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有了RELU以后就有各式各样的变形 举例来说有一个东西叫做LIKI RELU LIKI RELU就是说小于0的地方我们不是乘0 我们小于0的地方乘上0.01 那马上就会有人问说为什么是乘0.01呢 那没有关系就出现了PARAMETRELU PARAMETRELU就是说小于0的地方是α A是小于0的地方我们就乘上一个α 至于α值多少根据training data把它认出来 后来又有人想了一招叫randomized RELU 就我所知randomized RELU应该是没有PARAMETRELU的 但是α的值也不是从data认出来的 它是从distribution做random sample sample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做training的时候 每次你的α的值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testing的时候你会fix住你的α的值 它就有点类似 它就想要做到类似有点抓爆的效果 后来又有人提出了一个RELU的进化版叫做AELU AELU就是exponential linear unit的意思 AELU它在大于0的地方跟其他的RELU的家族是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小于0的地方 它在小于0的地方它是α乘上1的z次方-1 z就是那个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 它把activation function的input取tortential-1再乘上α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假设z等于0的时候 z等于0,1的0次方是1 所以output是0 所以这边是接在一起的 z如果趋近负穷大的时候 1的负穷大次方是多少 1的负穷大次方是0 0-1是负1 然后再乘α 所以是负α 所以今天这个绿色的旋会收敛在负α 这个是AELU 那你可能又要问说α要设多少呢? 我告诉你 后来就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做SELU SELU就是告诉你说 首先它告诉你说α应该设多少 接下来它再做了另外一个变化 它的变化就是 现在把每一个值的前面都乘上一个浪打 好像没有做什么 但就是乘上一个浪打 然后它告诉你说浪打跟α应该设多少呢? 它说α要设1.67326324 浪打要设1.050700987 这样子 这个感觉好像是随便乱讲的 但它真的不是随便乱讲的 如果看作者release的code 它就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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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今天α设1.673263242 浪打设1.050700987 这个是个巧合 讲的 987 这是个巧合 它的function就是长这样 就长这样 我们在下课之前先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它的第一个特色是它的值有正有负 但这个还好 因为在整个relu的family里面 除了一开始最原始的relu以外 都有负值 所以这个特性还好 然后它有那个saturation region 其他的relu 它们没有saturation的region 但是它有这个saturation的region 在这个地方 不过elu其实也有一样的 也有这种saturation的region 因为sat lu 就只是elu乘上一个浪打而已 所以sat lu有的东西elu也有 但sat lu有一个elu没有的东西 就是它乘上了这个浪打 乘上这个浪打有什么不同呢 乘上这个浪打 让它在某些区域的 这个斜率是大于1的 意味着说你进来一个比较小的变化 通过这个region以后 它会把你的变化放大1.0700987倍 所以它的input是会被放大的 而且这是它一个l没有的特色 我们就先停在这边休息十分钟 我们看一下那个bug 现在就是要讲那个谜知数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不是随便random算出来的 这个是有理论基础的 这边的理论要证什么呢 这边的假设是这样 它希望假设我们今天的input 有一堆distribution 假设现在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我们常见的neuron 那我们知道说neuron的input 就是a1到a大k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大k的random variable 今天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假设 我们假设这大k的random variable 是iid的 这个它是 为什么它是iid 这个是假设 假设它是iid 然后它的min呢是m sigma呢 variance sigma square呢是0 我们假设它的m等于0 假设它的variance等于1 那这些input的这些random variable 它的distribution 不需要是gaussian 它的distribution 可以使任何样子以下的推论 头成0 好 那现在我们希望的事情是 找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 它可以达到的效果是说 假设min是0 variance是1 假设input的这些random variable min是0 variance是1 通过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以后 希望得到的output 它的min也是0 variance也是1 好 这个呢 是希望我们这个sailu呢 可以得到的效果 好 接下来呢 就进行一番推导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z的distribution 我们知道说 z就是a1到a大k的weighted sum 就得到z 所以我们现在先求 z的distribution 先求完z的distribution以后 我们再来看说 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在长什么样子 才能够让今天output的这个a 它也是 min是0 variance是1 我们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z 这个distribution 我们来算它的min 跟variance 我们来看它的min 我们怎么算z的min呢 很简单 就对z呢 取期望值 那对z取期望值 怎么算呢 根据这个国中几率 我们就知道说呢 我们可以把 就是这个z呢 是a1到ak的weighted sum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期望值 放进去 我们只对ak取期望值乘上wk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 那ak的期望值是多少呢 ak的期望值就是a的平均 我们已经说过它就是mu mu就是等于0 好 那我们先假设 我们不知道mu的值 那你可以把mu呢 提出来 你可以把mu的提出来 所以右边呢 就变成summission over wk 等于1到大k wk 那这个summission over k等于1到大k wk 其实就是w这个参数的 平均值的k倍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吧 等一下会讲说 这个参数到底有什么用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知道说mu就是等于0 所以其实muz就是等于0 因为input的升线distribution 它的平均都是0 经过weighted sum以后 经过weighted sum以后 那这个z的平均值 z的期望值也是0 我们这边做一个额外假设 等一下会用到是假设呢 这个weight的平均值也是0 我觉得weight是有正有负的 而且它的平均值呢 也是0 好 我们现在知道z的平均值是0 然后weight的平均值 我们也假设它是0 接下来我们要算z的variance z的variance 这边呢 我应该要有一项平方 但是我漏掉了 好 那z的variance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z 减掉z的平均值muz的平方 取expectation 那我们知道说muz就等于0 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 muz就等于0 把0带进去 得到1的z平方 得到z平方的期望值 那我们要算z平方的期望值 那z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z就是a1w1加a2wq 只加到akwk的平方 然后取期望值 那在这个平方向里面 有两种不同的向 有一种向是ak乘上wk的平方 那ak乘上wk的平方 我们可以把wk提出来 只算ak平方的期望值 我们可以把wk平方提出来 只算ak平方的期望值 那ak平方的期望值是多少 我们知道ak平方的期望值 我们知道 就是1 ak平方的期望值就是1 假设有一个参数 它的min是0 variance是1 那它的平方的期望值 当然就是1 好 那现在有另外一项 是ai乘aj乘上wi乘wz 那在这一项里面 我们可以把wi跟wz提出来 那因为ai跟aj 他们是independent ai aj是independent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开 本来是e of ai aj 你可以拆成e of ai乘上e of aj 那这一项是什么 这一项等于0 因为我们知道e of ai等于0 e of aj也等于0 那有了这些以后呢 那有了这些以后呢 我们现在知道说 e of ai aj wi wj 这些是等于0 所以在这个平方向里面 只有ak wk的平方 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那我们知道说ak wk的平方 就是wk的平方乘以sigma的平方 所以我们知道说z的variance 就是sum over k等于1到大k wk的平方 sigma的平方 那现在当然sigma的平方 这一项可以提出来 剩下sum over k等于1到大k wk的平方 这一项是什么 这一项是什么 这一项其实是w的variance乘以k 这一项其实是w的variance的k倍 是wvariance的k倍 那这是在μw等于0的前提之下 所以summ over k等于1到大k wk的平方 就是w这个weight的variance 那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们现在再做一个额外的假设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variance是1 那我们假设这个weight的variance也是1 所以我们假设k乘以weight的variance是1 所以weight的variance是k分之1 那有了这些假设以后 那我们知道说z这个参数 z这个randomvariable它的variance也是1 那有了这些以后 那假设前面这些你跟不上的话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 你只要记得说现在根据一些运算和假设之后 z的这个randomvariable它的min是0 它的variance是1 那我们根据什么假设呢 我们根据输入的每一个输入的randomvariable 它的min都是0variance都是1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假设是 我们假设这一组weight它的min是0 它的variance是k分之1 有了这些假设我们知道z的min是多少 我们知道z的variance是多少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这样还不够 因为我们只知道z的min跟variance它可以是任何形状 对不对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它应该是高选 而且这些input其实也没有说它是高选 input可以是任何distribution 但是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假设z它可能是很接近gaussian的 为什么 有人在网路上评论说这个假设好像太强了 但其实还好 因为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中央极限定理大家知道吗 不管你知不知道 假设你是知道 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把一堆iid的randomvariable合起来 它会变成一个gaussian distribution 假设你把一堆iid的randomvariable合起来 加的越多它就越接近gaussian distribution 而今天既然z是很多iid的distribution的合 那它应该会很接近高线distribution 尤其是在neural network里面 这个k可能是上千 那z可能就真的很接近高线distribution 接下来假设z的distribution 我们已经知道 它就是一个min是0variancez的gaussian distribution 接下来要推导的是说 有没有哪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可以让我们做到说 把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通过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以后 它仍然min是0variancez是1 那在推导z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假设说 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它的形状就跟l一模一样 只是有两个位置数 我们不知道 一个就是α 一个就是浪达 所以接下来 这两条式子 位置数解出来 就结束了 第一条式子是 今天z的distribution 我们已经知道 它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通过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以后 它的min要是0 今天z的distribution 通过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以后 它的variance要是1 这中间当然 你会需要用到积分 不管你知不知道 这个怎么算 反正硬算一发 你就算得到 算出那个alpha跟londa 好 那这个当然 后面数学部分 就没什么好推导了 但是太过复杂 我们就不会推导 它其实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做了一个非常冗长的推导 告诉你说 只要我的min落在某一个range之内 variance落在某个range之内 我的参数的min落在某个range之内 我参数的variance落在某个range之内 那最后我的输出 就会一直趋向于某一个min跟variance 不管你听不听得懂啊 它最后给了我们一个 好 那 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兜了一个50层的network 那要弄50层的network 其实很简单 在Keras里面 你用4回圈 4i等于1到50就好了 然后先试一下relu 那因为实际的关系呢 我们只跑三个app 好看看结果如何 用一下relu 50层 这样 好 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好了 你觉得他 不好意思 好 好 没train起来 好 所以刚才relu 10层的时候 我已经有demo过它是train的起来的 50层 就train不起来了 好 试一下relu 哦对 Keras有内建relu 诶很 它的update很快诶 relu的paper 也是夏天的时候才放到archive上 它马上就内建relu 不过内建relu 其实很容易啊 不就一行code而已吧 好 改成relu 你觉得它会work吗 你觉得它performance 会比iLU好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 开始跑了 好 哇 没train起来 有 有 有上去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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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 如果你跟relu比的话 好了 3% 但还是蛮差的 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想到说 你记不记得在推导selelu的时候 它有一个假设 每一个neuron的input 是min40 variance1的iid 所以你的feature 应该要先做一下normalize吧 至少input的时候 要min40 variance1吧 normalize一下 好 试一下 你觉得会比较好吗 你觉得有加normalization以后 performance会比较好吗 会吧 会啊 你觉得会 好 好 没有变好 这样 这其实是一个计中计 这样 虽然写在注解里面 大家其实没有 没有骗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又在想说 刚才 你就记得刚才在推selelu的时候 我们对wait 的min跟variance 是有假设的 你记得吗 我们假设wait的min是0 wait的variance 是k分之1 当然我没有办法 在train你的时候 保证wait 一直都是 处于这个状态 但我们至少可以 在initialize的时候 把它initialize 成这个状态吧 这样子我们到时候train的时候 wait的min跟variance 就不会差太多 怎么做 其实你可以让你的variance 你可以直接在initialize的时候 让你的variance 那你的wait的variance min是0 variance 是k分之1 你只要用一个这个lacoon normal就行了 对 好 你觉得加lacoon normal以后 performance会比较好吗 好 大家想看 当时推导的时候 是有假设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假设这样 你看 加lacoon normal performance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 哇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deep learning里面就是这样 差一个小细节 就是天差地远 那你可能想说 也许真正强的是lacoon normal 不是relu 把relu弄回来 好啦 你觉得relu会比现在的performance还要好吗 你觉得不会 对 那会不会是计中计 其实是会的 其实真正强的是lacoon normal 那会不会是计中计其实是会的 其实真正强的是lacoon normal 以后 performance是好的 这样 今天就学到这件事 13页的证明 这样子 我没有看 我就随便结页出来给你看 它里面都是这种东西 真的 这个是个typical的某一页 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人评论说 也许这个证明是用character rnn 证出来的 我永远不知道 对 我觉得这个谁都不会去看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了 那就来 就 后来就实证一下 看看说 这个就是这个paper上实证一下 看看说 这个incubation function 到底有没有用 那上面这个蓝色的线 就是一般的training 就是用batch normalization 那下面这个snn 就是用seru 就是用seru 那你会发现说呢 蓝色的这些线 它有一些震荡 有一些高低起伏 而红色这个用了seru以后呢 它的曲线是非常冰滑的 那用那个batch normalization 就是会有高低起伏 这个问题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是用一个batch 来估测整个statistics 所以你在估测的时候 有时候是不太稳定的 那在Cybertest上的结果呢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下面这个是做在 我记得是121个machine learning 的test上面 然后比较不同的方法 比较每一个方法 在所有的方法里面的排名 所以中间这个数字 代表每一个方法的排名 可能会问说 这个排名怎么复值 实际上它在呈现的时候 它是把每一个方法的平均 的排名 减掉一个数字 然后呈现在这边 那所以今天反正这个数字 越小 代表说这个方法的排名 在越前面 那这边比了很多 sr就是用seru nsra init 你可以想象当然是nsra propose 就是一种initialization的方法 它特别适合用在relu上面 layer normalization highway network residual network normalization还有很多 还有weight normalization 还有batch normalization 我们今天只讲batch normalization 其实还有layer normalization weight normalization 这边数字越小就代表排名在越前面 这边有个有趣的事就是 你发现说 其实svn是赢其他deep learning的方法的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 在那个121个machine learning的corpus里面 deep learning其实并没有特别强 svn其实少数可以deep learning phase 然后打败其他machine learning方法的proach 那其实在那个machine learning的那些 那几个task上面 svn跟random forest其实还是颇强的 我本来讲这个demo 我不知道做不做得起来 做不起来就算了 我们再看一次 做不起来我就回去录一下好了 好 那还有一个新的activation function 叫做swish 那这个swish的activation function 长什么样子呢 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activation function 它把sigmoid乘上z 得到它的output 它中边有一个beta是可以调的 如果beta设1.0的时候长这个样子 那可以调beta的值得到不同的形状 那我在看paper里面 好像beta得色1.0的时候 performance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东西 叫做swish 等一下我们再解释 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实际试一下swish 好像没有比siru好 给路来比一下 这样子 好 swish 那今天 什么时候swish 赢过baseline呢 在多数的case swish都赢过baseline 它就比了九个不同的task 那你发现说 比如说swish 跟siru比 在九个task里面 swish都是赢的 跟lickiviru比 在七个case赢 一个平局 一个输 跟比如说alubi 八个赢 一个输 跟siru比 八个赢 一个平局 看起来好像swish 真的是非常强 好